大珠三角五大機場 即是香港國際機場 廣州白雲機場 深圳保安機場 珠海三造機場 和澳門國際機場 無論客運還是貨運量 都是以香港機場遙遙領先 但這個排名 未來幾年可能會改寫 廣州白雲機場 現在是全國客運量 排行第二的機場 僅設於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去年客運量近4,100萬人設 遠遠超過2,500萬的設計容量 人多機多 結果是延誤都多了 等的時間又長了 排隊時間長一些 所以就感覺到可能 搬離的時間也要長一些 廣州這麼大城市 扣流量也大 當然是越大越方便也好 為了應付需求 白雲機場今年年底 就會起第三條跑道 明年起第二座黑棍大樓 但香港機場第三條跑道 起不起都未有定案 更可能要做諮詢 以及做環境評估 有學者估計最快四年多之後 廣州白雲機場的客運量 就會首次超越香港機場 因為去到2015年達到6,000萬人次 香港現在5,000萬人次 香港要升1,000萬人次 不是很容易的 因為內地那些高鐵網 一完成以後 短途那些又失去了很多短途客人 學者認為廣州、深圳和香港機場 應該做好航點分工 盡量不提供太多一樣的航點 避免互搶客源 無線電視著廣州記者譚美琪報道